好早上 我刚刚运动完洗完澡 然后因为这两天我的二次性解棉片和A唇全部都用完了 新买的货都还没有到 然后我明显可以感觉到我的皮肤这边毛孔堵塞到 我的黑头啊白头都冒出来 吸脸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搓一搓 感觉会弄小叙叙掉下来 然后摸起来非常不平整 有很多那种包快要发 但是发不出来 想发要发不出来那种包 然后你看这边堵塞到 整个痘痘都要出来了 最想说正好 那我就录一期 一个礼拜都不用二次清洁棉片 和A纯我的皮肤状况 因为像我这种混油皮 油皮就本来就很容易有毛孔堵塞的问题 那拍下来的话 大家可以更直观的看到 用跟不用的区别在哪里 所以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给大家update Good morning OK今天是第二天的update 今天来说皮肤还好 没有看到说特别 比方说特别多的痘痘 或者说特别多的黑头白头 冒出来 但是整体上摸上去 就是有点不太平整 有很多小凸起的地方 Good morning 今天是第三天 然后跟大家来update一下 我的皮肤状况 我现在刚刚起床 练绍还没有洗 总体来说 所以我觉得我的脸看上去非常非常的脏 这个 就整个看起来很暗沉 没有什么颜色 然后看起来有点辣 不知道是不是我心里 所以我觉得我的斑 都变得更深了 我不敢想象到明天我的皮肤状态会变成什么样子 明天再跟大家update update 今天是第四天 你看我的皮肤状况 我觉得脸部以下到这边 特别特别夸张 还是一样斑 很明显 我的痘痘又长出了多几颗的云 然后鼻子这边 你看我饭有多夸张 早上起来的手 然后这个毛孔堵塞堵的我 真的是 然后最明显的地方在额头 我觉得我的额头真的是非常明显 你看我把头这样抬起来 很多很多摸上去就是非常突凹不平 然后这些包大概几百颗吧 叙事待发要出来了感觉 然后非常的油和安全 明天见 good morning 今天第五天的update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皮肤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自己这么觉得 我的脸比昨天起床游了更多一点 你看我的妈呀 这个油光泛的 然后包的update还是一样 这个比昨天发的更明显 你感觉要出来了 然后烘毒栽种栽区在这里 这个包已经按捺不住了 要发出来 我已经用回我的24清洁棉片和A唇 大概有三天的时间了 现在这个皮肤状态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脸上除了防晒和绑纹品状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涂 已经回归到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了 所以说这个就充分证明 在我们的保养品里面加入酸类当二次清洁 同时配合A唇一起使用的话 真的可以overnight达到一个换皮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像油皮和混油皮 因为油脂分泌很旺盛嘛 所以很容易出现这个毛孔堵塞的 所以说呢 用酸类当二次清洁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会把我之前做的一个关于二次清洁棉片的视频的链接放到这个上面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说一说另外一个成分也就是A唇 早C网A这个护肤步骤呢 已经变成一个潮流 所以我觉得A唇来说的话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但是还是很多人不太知道这个A唇呢 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来快速的总结一下 A唇呢是一种维他命A 它的作用就是说 它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抗老的这样子一个效果 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皮肤深层次的胶原蛋白重生 然后呢 它还可以达到一个美白的功效 因为它可以帮助皮肤提高代谢 同时呢减少我们体内黑色素 A唇呢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所以说呢 它可以钻到我们的毛孔里面 去帮我们清理这个分泌过多的油脂 同时清理毛孔 来改善这个痘痘啊 黑头白头这些问题 所以说A唇是一个真的 overall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全能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但是 对 这么全能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还是有一点点缺点的 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成分的期间呢 它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有一些些敏感 尤其是对光 所以说A唇这个成分 不要在早上使用 在晚上用 然后第二天的话 一定要注意防晒 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 千万千万不可以漏掉防晒这一步 然后另外呢 A唇这个成分呢是需要建立耐受性的 如果说我们皮肤底子里面有一些些炎症的话 那你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会有一些些长痘痘的状况出现 如果我们的角质层比较厚 皮肤代谢比较慢的话 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有一些退皮的状况 这都是正常的 千万千万不要担心 是不是过敏状况 这都是正常现象 A唇这个成分呢非常有趣 就是让我们先变丑之后才能慢慢变美 最后呢就是 孕妇在孕期时千万不可以使用A唇这个成分的 这一点要记得 那么这一点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 我用过哪些A唇 然后最推荐的是哪一款 那第一个呢 就是Zenovage的0.5%的Renal 那那一款呢 是我第一次使用A唇时候使用的产品 那其实我很喜欢用完出来的皮肤的状态 大家想要尝试的话 一定要知道 Zenovage他们家的percentage其实很强 然后同时很蠢 而且Wrinkle & Texture那一款的话 它比较针对于抗老 所以说它可以Panetrate更深 如果你从来没有使用过A唇的话 你的耐受期会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我记得我来来会会有反应 大概有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整个脸这边都是 褪皮 然后非常涂什么都非常疼 然后会有一点痘痘发出来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那之后的话呢 我就换成为A酸 因为前两年呢 我做热瑜伽做的比较轻一点 那热瑜伽的温度是大概130度左右的样子 那我是那种一运动 我整个头都是红的 所以我身体里面的热能非常高 那热瑜伽长时间练下来 就把我的那个荷尔蒙斑给激发出来 你要黑黑的那种 所以我就开始用为A酸 用的是这一款0.05个percentage 区别就是 A醇呢 是在美妆店里都可以买得到的 不同的牌子 不同的percentage都有 但是为A酸 一定需要医生开 它的药效比较强 所以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之后呢 我的荷尔蒙斑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之后 我就没有再用这一款来为A酸了 我就换成了这款 CeraV的抗老系列的A醇 跟前两款相比 我最推荐 他们家的这一款A醇精华 那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平价 很便宜 在美国这边十几块钱一瓶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家这个瓶身设计 虽然说很便宜 但它其实这个瓶身设计挺好的 它是这种Airpump的设计 所以说你使用上来说的话 还比较方便 也干净卫生 第三个呢 就是他们家这个成分 在这一款的成分非常好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它里面包含着神经腺胺和烟腺胺 所以可以很好地帮我们 在抗老的同时 修复皮肤屏障 同时深层补水三个层面上 我们调理皮肤 用这个A醇的时候 就已经把我的护肤步骤精简到 三到四步了 每天晚上 卸妆洗脸眼霜 然后我就只涂这一瓶精华 然后面霜就可以睡觉了 我是觉得完全够 第四点呢 就是它的整个质地 非常的容易推开 但是我这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所以挤出来的 并不多 它是这种黄黄的质地 非常非常好推开 然后也不会有任何那种 护在脸上的感觉 你就推一推 把它揉开之后 它就整个融入到你的皮肤里面 非常非常好吸收 唯一一点我觉得 CRV您身上没有告诉我们 准确的它这里面含有多少A醇 那我在买一只款 A醇之前做了很多功课 所以我在网上有找到说 他们家的这款A醇的含量大概是0.01到0.3个percent 所以来说比较低没有到很高 那不代表你用它没有任何别的反应 所以A醇来说的话还是建立耐受性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事情 使用初期的话还是建议隔一天使用一次 看看皮肤对这一款A醇的反应之后 如果没有任何反应 才可以开始每天使用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一款适合你的A醇 我真的强烈推荐 试试他们家的这一款抗老系列 然后另外呢 其实我因为我这一款已经全部都用完了 所以我又买另外一款专门针对毛孔痘痘的那一款A醇 现在他们家的东西都太火太火了 我在网上和店里都买不到 但是我已经下单了 到这个月底才会到 测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哪一款更好用 在今天的视频结束之前呢 还有一点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像A醇这个成分绝对不是说 你一定需要用到多高的percentage 而是你是要坚持的用下去 才能看到最好的效果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见拜拜 by bwd6